近年不止多了人看中醫 就連寵物看中醫也多了 可能因為中藥的藥性比較溫和 很少會有副作用 而且中藥材更加可以加入寵物的日常飲食當中 用來強身健體 今次我和Layer會跟大家開箱看看 來自台灣的漢方食堡 是加入了中藥藥材的罐頭和小食 貓貓和狗狗在每天都可以簡單地進步 在這個Post 填妥表格就可以詳情參與貼文 漢方食堡是由台灣Hers 聯同一間名為順天堂的中繩藥廠 一起研發和生產 順天堂在台灣是相當出名和歷史悠久 創立於1946年 他們的創辦人當年覺得 中藥材品質和煎煮成份不穩定 於是率先引進日本濃縮技術 成為台灣第一間將濃縮科學 應用於中繩藥製作的藥廠 多年來藥廠規模越來越大 產品種類亦都越來越多 今次介紹的漢方食堡 就是由台灣Hers 聯同順天堂和獸醫團隊 共同研發出的寵物養生食堡而製成的 將中藥材加入寵物的罐頭和小食 令寵物不需要額外吃補充品之外 透過平日的飲食 就可以達到強身健體的效果 另外他們的食品通過 BRC全球食品安全 HACCP驗證 ISO 2200 ISO 9001 無懈就可以安心食用了 在台灣有不少寵物 進食了漢方食堡之後 都證實改善到身體質素 例如這隻住在台灣雲林的13歲老貓嘉飛 經常有眼屎 平日要用含抗生素的眼藥水清潔 但進食了漢方食堡護眼罐罐一個星期之後 眼屎問題改善了 可以停用眼藥水清潔眼睛 漢方食堡除了有罐頭可以作為主食之外 還有作為小食的養生大補貼 不如Layer在這裡找一個給他試試 我就選擇這一個 皮毛配方 讓Layer去吃一下 除了可以令Layer的皮毛漂亮之外 還可以加強抵抗力加 罐頭底下有一個拉環 一拉開就可以倒出來餵食 見到裡面水分都很充足 雞肉的纖維都很清楚見到 Layer似乎都挺喜歡吃 我坐在這裡都聞到很香的肉味 但就聞到有奇怪的藥材味道 哇! 這麼快 Layer已經整罐吃光了 可惜而言之 漢方食堡的罐頭的適合性是多麼高 雖然Layer都吃飽了整罐罐頭 但都開多一包養生大補貼的皮毛補貼 讓Layer試試 好,先打開它 不要太心急 一開其實都聞到很香的玉米 它的形狀細細一片感 可以慢慢地跟寵物一邊玩一邊餵食 包裝背面都有一個體重和建議食量的對照表 大家可以按住自己的寵物平時的食量去調節 漢方食堡的罐頭是採用傳統煲湯 萬燈細牛的煮法 將雞肉和草本藥材一同煲煮 保留材料的養份 而養生大補貼即是採用低溫烘焙萬劑熟成 同樣可以保留食材和各種漢方草本的益處 製成軟片狀方便餵食 罐頭和養生大補貼都是貓、狗都合用 而且同樣有五種不同的功效配方 心血管配方 有單心、人心等護心補氣藥材 能夠補氣陰兩虛 具抗氧化作用 有助保護寵物心血管 正所謂乾開竅於木 所以護眼背方含有石垢、狗杞等護肝中藥材 保護好肝腎、保護好氣陰 自然能夠明目 關節背方特別適合中老年的貓狗 有異議人、稻種和桂枝等材料製成 能夠幫助排除體內和關節的濕氣 有助維持關節活動力 皮毛背方含有黃旗和當歸等 上期食用可以由內而外增強體質 增加無邪身體的抵抗力 令皮毛維持在良好的狀態 如果大病康復或手術後 可以試試元氣配方 有人心、腹靈和白術等 可以調補氣陰兩虛 老年貓狗都適合用來日常保養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關於漢方食譜的資料 可以inbox所備 大家記得留言、按讚和分享這條短片 今次開箱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再和大家試其他產品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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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